第一件事情 我要判斷它公司法的時候 有一部法律要判斷公司法的時候 我要先看它的什麼 這部法律條文 這部法律規範我們要判斷它公司法 第一個程式 你一樣嗎 我們必須要先區分 它的對象 它的對象是誰 如果今天第一種情況 極端的兩種 第一種就是什麼 它規定什麼 國家的組織 或者是國家行政主體 國家或者是行政主體 國家或是行政主體 行政機關之間 機關與機關之間的關係 如果它是規定這之間的 完全沒有涉及私人 那就很簡單啊 私人進不去嘛 私人進不去 它規定的是國家跟國家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嘛 所以既然私人進不去 你按照什麼 特別法說 你就會知道它那種工法的性質 因為沒有私人可以用嘛 都是國家的行政主體之間在使用 好 這種類型很簡單 不用判斷 它就是工法 好 極端的另外一種呢 只有什麼 對吧 只有私人跟私人之間嘛 那這個就是 百分之百就施法嘛 對不對 這邊要稍微停一下 這邊啊 其實學理算法不是沒有爭議 私人之間 百分之百都施法嗎 私人跟私人之間有沒有可能有工法的關係 有沒有可能有工法的關係 好 這邊我先稍微 可以先講啦 反正到時候我還是會再講 OK 再講行政契約 私人之間有沒有可能有機會 形成一個行政契約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 有沒有機會形成一個行政契約 學理上也在探討 私人之間的行政契約 就是那個德文行政契約的縮寫 私人之間有沒有可能有行政契約 學理上是有的 學理上是有的 那你說在台灣有沒有 台灣有沒有 德國有 台灣就一定有嗎 那我們找一些法律 有一些法規 比方說 你在行政程序法裡面找不到 那你就找個論嘛 有沒有我剛剛講的 總論跟個論之間 提供的 個論提供的貢獻 就是什麼 讓你看看有沒有總論沒有規定到的 或是有衝突的 總論沒有寫到 私人之間可不可以 個論呢 個論呢 舉個例子 我們的電信法 電信法 有一些規定 規定說 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事業 比方說 D類電信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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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D類 對不對 就是你有一定程度的基礎設施 因為 在手機產業 電信產業 它的門檻 進入的門檻很高嘛 你沒有一定的基地台的數量 你沒有一定的那個 線路的數量 你根本不可能成為電信事業啊 對不對 對 所以才只有那幾家嘛 只有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跟遠傳 有沒有 只有固定這幾家 因為只有他們有這個本錢可以玩 好 所以這一類型的事業 因為它有一定的基礎設施 所以被歸類在第一類電信事業 這些電信事業 他們彼此之間 怎麼樣 比方說 假設今天 中華電信有一條電話線 或是基地台 網路線 好 設在哪裡 玉山的山頂 玉山的山頂 好 然後 偏偏其他家電信業者沒有 就只有你有 那怎麼樣 我可以跟你請求什麼 連接你的路線 或者是租用你的路線 好 我可以要求你 你要把路線給我共用 我付你錢嗎 意思就是你租給我的意思嗎 不管是用租 或是用其他的法律關係 都可以 重點是 其他的電信事業 可以 要求你跟我 締結這樣的一個法律關係 可是問題來了 其他電信事業是誰 是私人啊 中華電信也是私人啊 你今天跟人家買東西 你可不可以要求說 你一定要賣我 不可能嗎 這是民法的關係 你今天要買就一定買嗎 沒有這種事嘛 對不對 你也要賣家願意賣啊 如果賣家不願意 你可不可以強制他要求他說 你一定要賣 不行嘛 不行啊 對不對 所以 一般的民法關係 你沒有這種強制要求的效果 因為你跟他 締結的是一個什麼 民法上的意思表示 民法上的意思表示 你送出 送出了之後怎麼樣 到達了 到達了對方 對方要不要受這個拘束 對方可以決定 可是在這邊不一樣 今天如果是一個公法上的意思表示 公法上的意思表示 公法上的意思表示是拘束對方 其實民法跟公法上的意思表示 是有差別的啊 民法的意思表示其實 他拘束的是什麼 自己喔 你講出這句話 你送出這個意思表示 你要返回有一定的要件 你就不能返回了嘛 對不對 如果你今天答應了 意思表示 你就收到這個答應的意思表示拘束 可是公法的意思表示不一樣 公法上的意思表示 我今天如果是遠傳 對方是中華電信 我要求你跟我締結這樣的一個契約 要求你的管線要借我用 我一要求你 你就要收到這個拘束 這是誰規定 這是電信法規定的 電信法規定說 我要求你跟我締結 你就一定要收這個拘束 不然會怎樣 被裁碼 或者是NCC可以要求中華電信 跟我 假設我是遠傳 假設我是遠傳 跟我形成一個法律關係 所以你會發現 竟然有私人可以用一個意思表示 去拘束另外一個私人耶 那看起來就很像行政機關啊 有沒有 看起來就很像行政機關啊 看起來就很像行政機關 單方做成一個行為 要求對方幹嘛嘛 對不對 所以私人之間有沒有可能有機會 雖然說這個電信法的規定 目前在試用上它不會 不會說得到 實務上也不會得到說它是一個 行政契約的效果 但其實它很像很接近 很接近 所以私人之間有沒有可能有工法的法律關係 是有可能的 只是現在還沒有發展完整而已 OK 所以這類型 你就先不用想那麼多 反正你現在看到的考試 在四等考試不會考那麼難 所以四等考試 私人之間你就把它歸類 歸私人 好 啊這種勒 介於兩者之間的勒 國家或者是行政機關 跟人民 跟人民 混在一起的 國家機關 或是行政組織 跟人民混在一起的 那你就要先區分 好 區分 第一種 第一種 還沒 沒那麼快 行政組織 或者是公法上的組織 我寫個公組織 公組織跟什麼 人民的關係 公法組織跟人民的關係 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 司法組織 好 司組織 跟人民關係 誒 為什麼 會有司組織跟人民關係 你剛剛底下不是已經講 私人跟私人了嗎 你幹嘛這邊還要再一個私人跟私人 為什麼有兩個 因為 這邊先講 這邊比較容易 因為私人有時候怎麼樣 他不是私人 他是 對 他有可能是委託行使公權力的私人 這個時候勒 委託行使公權力的私人 比方說你去做排氣檢查 那個機車行 那間 那個 那個組織 這個司組織 就是什麼 單純是一個什麼 委託行使公權力的私人 他就不再是機車行老闆 這麼簡單而已 所以 當今天 這個司組織 他背後 站的是什麼 國家 國家給他權力 這個時候就是 你要區分開 如果有 受託行使公權力的情況 有委託行使公權力的情況 這個就是公法 這個關係 或者說這一部法律 就是公法 所以這個法律 如果規範的是 關於什麼 委託行使公權力的事情 那部法律當然就是公法 那如果沒有咧 如果不是咧 那就回歸到這個 對不對 不是就回歸到司法 不是就回歸到司法的關係 好 所以如果 他具有一個 委託行使公權力的 法律關係的話 就會是公法之間的關係 公法之間的關係 好 那委託行使公權力 我們到時候後面 張姐會特別再繼續做 詳細的一個說明 好 這個是真的 司組織跟 什麼 跟私人之間的法律關係 好 那公主之跟私人 公主之跟私人 公主之跟私人 公主之跟私人一樣我們就區分 有沒有什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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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